當你仔細去看了他整個內容 你會覺得 極度不妥 而且他不是自己也有小孩 如果換作目標是他的小孩 他可能可以接受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人是沒法接受的 討厭你最近有關心跟黃玉教的事情嗎 嗯 因為你自己都有兩個 三個 三個女的 我覺得不行 一開始其實你會覺得 這是什麼事情 怎麼會這麼嚴重 可是當你仔細去看了他整個內容 你會覺得 極度不妥 而且他不是自己也有小孩 對啊 如果換作目標是他的小孩 他可能可以接受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人是沒辦法接受的 剛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那個網站 我以為只是一般的網站 後來我過了好久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那個網站 我超正經的 我嚇死耶 沒辦法接受 整個原地嚇尿 小姐以前跟黃玉教授嗎 你先去跟黃玉教授嗎 工作的時候有遇到過 在那個大老闆聯盟嗎 我跟那個嬌哥在生小孩的時間 其實好像差不多 差幾個月而已 嬌哥之前有送給我一箱獅子巾 因為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 會非常需要 比如說兔奶啊 或者是什麼的時候 會非常需要到資金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分開來講 以工作上 工作態度 是我們非常可以競爭的一個前輩 但是當知道了 我覺得震驚之多耶 想要避免這件事 避免小孩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我會覺得 以後好像不能把它把握得太好 因為我們要讓他知道說 社會上有很多的人是 可能我們認識人很久 我們都還不夠了解的 他最近是對眼影卷是有幹而發 我就是講講幹話而已 講講垃圾話而已 你們不要太在意 欸你們這麼在意的話 我以後就不寫啦 我就不要講啦 我會害怕 不要浪費社會資源 純粹站在一個朋友 跟女生的立場心疼他 然後希望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 把焦點放在那個皇子嬌身上 這樣子 給他一點空間 然後讓他好好處理家庭的事情 這樣子 有私下有聯絡他嗎 我有傳私信給他 他沒有回我 我覺得他應該 炸掉 呵呵